我就是要劫持有穿土方法 不用切加劫 做切而不利 熟而不散 撒香未美 酒放不熟的 铁考苑比 我叫吕孝卓 是收持苑比第五代穿土人 我们现在叫收持铁 就是因为水好 来点名收持 这个水好甜 要做收持铁饼 首席就是要有笼奥 因为收持铁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 主要靠老祖祖留下的三个宝贝 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 二是我们的水好 三是我们的漏傲 三是我们的漏傲 这个就是我们穿土的漏傲 上下有火 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转油 和敲架温度 和淹湿这个火的湿解 做铁饼 做铁饼 第一个就是自转铁饼的泄面 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脂液 叫胡麻油 缺瓜 熟我们这个油好了 是我们的国家地楼 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 一样 胡桃 玫瑰酱 去丢 切合时 发生了 葡萄柑 白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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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料的胡麻油 拌在一起 把十九米 放三九六两胡麻油 加三十克苏打 拌在一起 拌成蜜团 饼皮制好后 把馅料 包入饼皮的手柄 去掉多余的蜜团 再把包好的圆饼球 放到模具内 按压成形 和扇下出来 一个饼皮的盆子就做好了 然后给饼皮打扣排气 这是为避免烤制式饼皮型 然后用糖水烧烧 不仅起狗 撒着料 还能起狗饼皮的服务 把圆饼放到龙奥内 上面有炭火 下面手塞把拆火 烤制大压送火头 圆饼烤爽 这龙奥主要是由三九架支撑 前列鞋挂 下面有三个石头来支撑 上下一起上火 烤出来的圆饼更熟更香 吃咱们这个圆饼闭上嘴 又闭着呼吸 又闭着呼吸 闭上嘴 这才能吸出咱们这个圆饼味道 你尝尝这个圆饼 这个有草价味 吃尝尝买不到的 我这个圆饼最好吃 棉酥棉酥的 我们旅家饼铺 从明朝开始就有了 出来到我这儿已经是二十六代 过去我们的圆饼 过去我们的圆饼 确实这个山大似的 夹夹糊糊糊 可是给它开放 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圆饼 把它进入市场了 但是采用了现代的话 这几件生产 整家的芹甲剂 整家的材料 但是把质料变为了 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 穿头的口味 我看到这个河鞋头 我一直也许保持着这个穿头手法 比如手抱的时候 就肥复着文化遗产 我现在保持这个穿头手法 市场很好 大家看到了 希望大家也在回馈了 希望大家也在回馈了 希望大家也在回馈了